青田县 一路走得辛苦 大人问你 这一路走得累不累 大人声名朝野远播 下官也是仰慕已久啊 今日有幸得见尊严 何言疲惫 还何言疲惫 心里指不定骂什么的吧 如意 场面上的客套话 我们就不必说了 青田县 我问你 知道为什么 我让你走着来这吗 此地离县城几十里路啊 没有本官的命患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走这一趟吧 那是 那是 就算走过 不是起码也是坐校啊 刘烨 本官可是走得异常辛苦 下官也曾派人备下了接风酒宴 派人去水汉码头迎接大人啊 不必打岔 这一趟就让本官知道了 平日里百姓们行路是多么的辛苦 是下官失职 深感自责 你哪失职啊 是没接到我呀 还是路太差呀 这个 这是官道 我问你平时为什么不维护修缮呢 年年也都顾服修补维护 只是上面派下来的那点官银 实在只是杯水车薪 修了也跟没修一样 那你想过没有 请地方参与帮忙啊 只要是钱粮补贴到位 民夫不是问题 只是 说 本县的富户们 吝啬守财 无心公益啊 修桥驻路 造福一方 这原本是富人应该热心参与的公益 一个个都守财是吧 行啊 请天线 我呢 我倒是有个筹款的方法 不过就是有点麻烦 需要你全力配合 下官听命 刘伯温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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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他要是说九度零有才有宝 那准没错 那是 人称刘朱葛 刘神仙呢 就是啊 是啊 是啊 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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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哎哎哎哎 这位小哥 怎么回事啊 发财了 高兴啊 发财啊 发财 不像啊 咱是来献宝的 包袱里有什么东西啊 让大家见识一下 就是 对对对 我们宝呀 罢了罢了 给你们看了也不懂 哎哎哎哎哎哎 怎么着 有什么 让大家见识见识啊 对啊 瞅我干什么 不过这块的 还要瞅我宝贝不上 不正啊 请来放我 何事宣华 见过大老爷 小明前的献宝 是何宝贝啊 哪里得到的 九度冷上挖的 打开来看看 如果要是假冒伪劣 定要赏你一顿板子 哪能啊 快打开看看 不错 这 这 这是什么呀 我以为这人是太 怎么办 困掌东西 竟敢戏弄本先 大人莫诺 小人挖到此物之事 也曾疑惑 那你还敢拿来 只是这两样宝物 跟一旺银定 放在一块了 那银定呢 这银定呢 这银定又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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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倒有戳几 是大宋年间之物 是大宋年间之物 刘宝人 刘大人瞧过 刘大人说什么 刘大人说 这可是两天祈宝呢 这算什么祈宝 白给我 我都嫌赖嫌脏 就是啊 就是啊 刘大人说 是祈宝 刘大人说 昔日鲁埃公命席 已问孔子 这就是孔老夫子 当年做过的席片 这都没有说错 又说 此晚乃商咒王时 宫廷内藏 何以见得 小明也看不出什么戏起来 可是刘大人说 此晚乃宫廷时 肉林酒池之宴 所用如今已是 绝无仅有的孤品 殊可薄矣 这不离鬼 真是不离鬼啊 真的假的 真是刘大人说的 这等高深的学败 小明哪能编得出来 好 拿上你的东西 跟本县入衙 造册登记 是不是官奖 还有忠赏 如何赏赐 本县也是听命于上风 能不能省个欺品 小明也想 昏个仙台爷当的 你大老爷当着我 真的赏赐 凌产的了 他怎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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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是要去九度柳啊 哎呦 赶紧回去准备东西 你们爸爸妈妈呀 走走走 准备东西 快走走走 快点回家 小明不等 这 走走走 我怎么这 这 bang 我怎么都能搭 你们快来看啊 这是什么呀 你们你们快来看啊 这是什么宝贝啊 你活了 是席子 破席子 是 破席子 这块可能是鲁埃公做过的 孔子那块 已经让刘伯温鉴定过了 是啊 这块不是孔子的 那说不定就是鲁埃公的 别管是谁的 这下你可发财了 对对对 发财了 发财了 穷则变 变则通 造反启家的皇上朱元璋 怕别人再造他的反 明令禁止民间私自掩武练兵 可是海寇为患 我又岂能坐视不理 看来只有采取这种变通的方法了 你老跟着我干吗 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呀 我就是跟着你 去去去 没看我还有正事呢吗 可人家喜欢你吗 那你也不问我喜不喜欢你 那我不管 大姐 两情若是久长时 尤其在朝朝暮暮 懂不懂 不懂 朝朝暮暮 就是早晨和晚上 懂了吧 一整天都待一块 这个我喜欢 两情 两情懂不懂 不懂 两情就是两人都得看得上 我看上你了啊 那还有我呢呀 两情那得是两个人的事 懂不懂 不懂 就是王八看绿豆 得对上眼才行呢 是不是我这么说 你就明白了 嗯 给你这种没有读过数的人说话 太有费劲 那你说说都明白什么了 不会再跟着我了吧 你别黑黑呀 你说话呀 我是劣豆 你是王八 你才是王八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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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哎呦 哎呦 先生 哎呦 哎呦 丫头 你看上他了 看上了 哦 看上他什么了 什么都看上了 哦 好 好 好什么好 你不知道 我夜里还尿床呢 不信你问他 啊 哪有这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呦 先生 我也尿 哎呦 丫头 我不能瞎说啊 那是他先说的 我才说的 哎呦 哎呀 打人何事 笑得这么开心啊 没有 我是看这丫头说话 挺有意思的 我没跟你说 哦 我是跟他说呢 没跟你说 你非得插进来 哦哦哦哦 啥姐啊 啊 你娘满村找你呢 什么事啊 啥事我哪知道啊 你回去问问 不就知道了 哦 快走吧 快走吧 这是老汉家里的长孙 哎呦 还不快拜见刘大人 不用不用不用 哎 都是自己人 不必拘礼 这算起来 是我的堂侄啊 哎呀 小辈给长辈 见个礼是应该的 齐叔公啊 想必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吧 哦 这小孩子不成才 学了门手艺 想请大人 只教一二 哦 哦 那屋里说 来来来来 来 来 你说这 你说 这成何体统啊 成何体统啊 这农人们不种田 都跑到山上去挖宝去了 你说这到时候 收不上粮食来 我等拿什么交税啊 是 全都乱套了 我那些故宫也是如此啊 哎 可不是嘛 你们可以花钱再雇啊 哎呀 要是能雇不着人 我等还会来找太爷您吗 哎 要是明年收不到付税 太爷 怕是您的位子也坐不稳吧 是啊 谁说不是呢 诸位 有什么好对策吗 我等来钱 也商议过 这虽说是件好事 但是也不能乱来呀 乱来 那可是都关道啊 是啊 关道又怎么了 哎呀 你挖 我挖 到处是坑 又怎么能行车走人呢 是啊 是啊 这话说得也对 本来那道就路况不佳 晴天尘土 雨天泥沼 本县几次享修 可都受限了 太爷 不就是银子嘛 是啊 没钱 难办事啊 太爷 我等来钱 想到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哦 就是 不知当奖不当奖 你快说说看 本县这几日 都快为这事丑死了 这没规矩啊 它是不成方圆的 对 有了规矩 钱不是问题 我等经过商议 这点子嘛 它就落在修路上 这话怎么说啊 由县里发文修路 修路的费用 由本县的乡生们乘坐 对 也就是说 由我们出钱 故宫买料 修这条路 诸位 能如此热心工艺 造福乡子 本县也是由衷的赶佩 这里 鲜泻了 既是修路 再任由老百姓挖路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吧 那诸位的意思是 由太爷发令 禁止乱挖乱跑 只有我们的故宫 才可以在那条道上挖 不 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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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太爷 您看 这路它也修了 这人它也散了 这一不误农时 这二呢 太爷您的政绩 不也有了吗 您说 这算不算 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对 就是 这个主意实在是高 亏几位想得出来呀 不过 太爷的意思啊 赵某明白 您是说 挖出的宝物怎么办 是啊 如果挖出财宝来 该如何处理 算谁的 我们出工出力 这当然算我们的了 当然算我们的了 是啊 对百姓们 可交代不过去吧 诸位别忘了 那是官道 官道下面的东西 就是公有财产 官道就是公产 你罚一棵树 那都是犯法的 这样吧 本县将再出告示 修路期间 挖出的东西 一律充公 太爷 您看啊 您秉公执法 赵某等实在是佩服 对对对 不过现在治天下 乃一是讲究个觉悟 二是讲究个激励机制 谁投资 谁获益嘛 先太爷 您看这样成吗 咱们平平 太爷您也算一股 您那份赵某等给您留着 太爷您放心 亏了谁 也不能亏了您不是 是 不过 终归是在地下埋着的 谁也没看见 要是挖不出来 可怎么办呢 太爷 您太小看我等的人品了不是 难道 我们就是为了钱财而来的吗 就是 不是 绝对不是 你们几位 主要是为了修路 对对对 顺便 对对对 这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也不能说是顺便 先要有付出 然后才要回报嘛 对对对 那是 那是 不过本县 还是心有不安的 这万一 这愿赌服输嘛 对 痛快 既然如此 咱们就立个字去吧 免得以后 有麻烦 应该的应该的 这个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等已经拟好一职 对对 有请太爷过目 这就对了 好 好啊 您还有什么意义吗 没什么意义 就去用音吧 是吗 对对对 请 请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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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